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现在我们看到韩版天堂M4月 最后一周的重点更新内容 本周开放的就是跨国战虚空的寺院 相关的规则以及玩法跟上次大同小异 只是这一次boss的大奖 新增了一个唯一级娃娃吉尔塔斯 然后这一次的排行盲奖励 也更新为远近法三种pvp的类型 因为毕竟你要法师去跟远攻函近战抢 输出的确是有点困难的 再来这次的boss杀手只有两个 因为这次boss只有每周五出现一只 所以两个礼拜就是两只 再来这一次虚空寺院的规则也做了一些修改 就是在安全区域你只要进去之后就开始倒数时间 所以不能像上一次一样在里面站着一个礼拜卡名额 再来下面一个更新就是法师 这次终于新增了92集的召唤兽火焰之影 那这个火焰之影的能力有恐惧嘲讽跟黑暗雷霆 应该是一个范围输出的技能 然后他的buff能力有加15的恐惧命众 伤害减免加5 无视伤害减免加5 还有无视PVP伤害减免加5的能力 再来这次更新还新增了许多新的收集品 就是这个超级硬的浮石收藏 这个我们直接pass掉吧 痛苦死了 再来新增一个全新的礼包 叫做虚空成长支援包 这个支援包一个2000钻 每个账号可以买8次 那这个里面内容物会有20个成长药剂 7个死神成长时代 还有22个成长药水 还有一个虚空成长代币 他这个内容物我讲白一点就是 集合了过去所有的每月促销商品的活动道具 第一个虚空成长药剂 他使用下去可以获得一个经验值加成700%的buff 还有金币掉落量加20%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神之成长药水 这个药水就是我们之前所谓的商城药水 再来这个代币 这个代币你只要买满8个就可以兑换虚空灵珠 那虚空灵珠的能力值只要放在身上 就会有经验值加3% 还有MP吸收的能力非常的强大 所以这个礼包应该是想要充等的玩家们必买的东西 再来这礼拜的重点就放在韩版的周末大师特别制作 这次周末制作有死灵法师的英雄卡盒 死灵法师的综合钱箱 还有死灵法师的高级物品箱 以及死灵法师的商城装备选择箱 还有最后一个传奇技能书补给箱 这个都是属于全球大师的特别制作 那这个上面的所有的死灵箱子都是使用6000传可以兑换的 奖励内容也相当丰富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第一个死灵法师的英雄卡盒 你使用后可以获得3张保底的红卡 分别是70万兑换的变身娃娃跟生物 然后这个综合神秘卡还选择像英雄 他就是一个保底红了 等于说你是用6000传直接买到4张红卡 好再来看第二个死灵法师的综合钱箱 里面开启后可以获得4色硬币各60万 之前30万嘛这是60万 虽然价格提高了 不过他的量是翻倍的 之前好像是64个袋子 然后给你30万 这一次88个袋子给你60万 直接性价比翻一倍 第三个死灵法师的高级物品箱 里面可以开启后可以获得20颗守护石 50罐纯白药水 15罐祝福圣水大罐的 还有1500个高级粉末 然后最后一个死灵法师的商城装备选择箱 里面可以选择 加6的祝福耳环 或加5的祝福戒指 加7的皮夹克 加7的肩甲 加6的印章选择箱 或者加5的手环 加5的徽章 还有加5的龙之水晶 再来我们看一下300万 迷玉币技能兑换的传说技能箱补给的 那里面就是获得一般型的纸记 然后注意一下里面的所有纸记 都不可以存仓 也不可以转卡哦 好啦 那这支影片就是这次韩版4月 最后一周的更新内容 这支影片也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次再会咯 大家拜拜